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闻起来呢 这款咖啡呢 跟普通咖啡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 闻起来有很浓很浓的榴莲味道 几乎没有咖啡的味道了 真的很浓耶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都可以闻到那个很浓的咖啡味 对 那个榴莲味 对 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榴莲零食 那小时候吃的那种榴莲零食 那个甜甜的榴莲味 嗯 然后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就是来泡一下这款咖啡啦 你要喝吗 我可能等一下尝试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开玩笑的 因为这款咖啡让很多人进医院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给大家看一看它的样子 嗯 好 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 好 我们现在呢要 我现在来 冲泡一下 看一看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就在我们的盘区 做这个实验 这个榴莲味道真的很浓 远离人群 教一下 教一下 其实看起来跟普通的咖啡没有什么很大的评论 你闻一下 闻一下 就是 嗯 现在有就是榴莲加咖啡的味道 刚刚闻其实是没有咖啡的味道 就是很浓很浓的榴莲味道 香吗 嗯 其实是挺香的 对 你喜欢吃榴莲吗 有点我可以介绍 但是这款榴莲口味的咖啡机 我不要了吧 好 重点是呢 因为它导致非常多的人 感到身体不适 而且呢 新加坡已经下架了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消费者 那个包装袋再次给大家看一看 包装袋是这样的 它是叫做My Cafe冰城榴莲口味白咖啡 希望大家要注意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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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